累積消費金額 323億 掌聲鼓勵 真的是破天荒 台中購物節累積消費金額 創下新紀錄 市府也兌現承諾 立刻抽出破300億後 加碼新增的百萬現金獎 陳小姐 你覺得 副市長親自打電話給你 應該會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我送獎了嗎 是的 掌聲恭喜陳小姐 我來說你獎項 這個還不是普通的獎 因為您得到我們的現金最大獎 現金100萬元 恭喜陳小姐 真的嗎 每位得獎者都不相信是真的 也都認為自己接到的是詐騙電話 感覺很不實際 有請朋友幫我看一下 看說這是真的嗎 想說會不會是詐騙 然後想說有沒有什麼辦法 APP那時候好像顯示什麼中獎 詳細度可以一半以上了 台中購物節加碼抽百萬現金的 兩位中獎者都已經全部抽出 市府也感謝參加活動的消費民眾 我們明年還是一樣會舉辦 第六屆的台中購物節 而且我們的預算也在市議會通過了 不過最大獎還在後頭 1月9號的上午 將抽出壓軸千萬好宅 台中市金發局也提醒有參加的民眾 當電話響起時一定要記得接電話 動載新聞綜合報導